第八十章 又是圣灵教 观众席和台下有人议论 说墨寻可能是纯种黑诗人族和其他诗人族的混血 而且 看起来混血的效果居然不错 绿渊和绿果来到擂台下的时候 墨寻和圣莲已经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比拼眼下 即将奋出胜负 从此时擂台上两人的状态来看 圣莲显然占了上风 已经对战十几分钟了她看起来依旧那么圣洁高贵 身上的银色长裙鲜尘不染 呼吸和心跳也控制得极好 对面的墨寻就不一样了 她的毛发非常凌乱 而且有被灼烧的痕迹 像是被人狠狠薅过几把 然后又点火烧过一样 此时的她 像一个风箱似的 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胸膛高高地鼓起 又飞快落下 墨寻此时正处于人生的巅峰 此战之后 她必然会名震胜雨 但从她眼中看不到丝毫的喜悦和兴奋 有的只是冷酷和冷静 在绿渊 绿果等人的注视下 圣莲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又突然出现在墨寻的身后 右手掌心凝聚出了一柄血脉长剑 狠狠地斩向墨寻 墨寻则抬起双爪 抓向血脉长剑 不料抓了个空 这时 圣莲的身影再度消失 又突然出现在了墨寻的右侧两米处 她左手向前伸 由血脉之力凝聚而成的能量炮轰然 爆射而出 撞击在墨寻的身上 让墨寻轰然飞落了出去 这 绿渊和绿果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和空间相关的能力 圣莲这种神出鬼没的空间转移之术 的确非常难对付 看得出来 墨寻已经是强弩之墨了 但她还在硬撑 因为她看得出来 其实圣莲也已经接近游禁灯窟 她觉得只要自己再坚持一下 就有获胜的希望 然而 圣莲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她毕竟是银莲族的圣女 有着丰富的学识 而且战斗经验丰富 修炼资源也丰富 绝不是墨寻这匹黑马能比的 虽然她被墨寻看穿了深浅 可她又何会没有看穿墨寻的深浅呢 伴随着圣莲的最后一次空间转移 一把长剑搭在了墨寻的脖子上 墨寻不得不认输 在这场激烈的比拼后 整个观众席和擂台下方的围观人群中 都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圣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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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莲族拥有着圣誉之脑 称号 他们一族的圣女 堪称所有圣誉人的女神 不过 对面的墨寻纵然失败了 也收获了不少呼声和人气 这些呼声和人气 将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飞快增加 毕竟她可是几乎与圣莲比肩的人 相比起来 绿渊战胜一个王义州 显然就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了 当天下午和晚上 整个圣誉在聊的基本上都是 圣莲和墨寻的那场比拼 只有极少数人在讨论绿渊和王义州的对战 绿渊再不计 那也是以四阶之身战胜了五阶的三十二强选手 人们都在猜测 人们都在猜测绿渊究竟可以走到哪一步 十六名 前八名 还是前四名呢 须知 排名越高 前往陈渝岛时可去的进修地就越多 越高级 在这件事上 不会有人不用尽全力的 不过 他们不知道的是 绿渊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接下来 三十二进十六的比赛中 绿渊用尽了全力 依旧败给了一名四阶巅峰妖竞士 整场对局给人的感觉 就是绿渊被对手死死克制 用尽了全力 也没办法翻盘 这让不少喜欢他的观众感到有些失望 不由地深深叹气 之前那场胜利果然只是一场意外 绿渊最多只能击败王义州那种刚刚突破 甚至没时间去稳固境界的出入五阶妖竞士了 输了没关系 绿渊已经稳入陈渝岛了 这个结果很好 绿渊和绿果都很开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去看别人的比赛了 之后的四天 两人看到圣连以免压之势轻松获得了冠军 决出冠军的第二天 前三十二强选手将在主办方准备的场地里 接受嘉奖 任何圣与天才前往陈渝岛或者腰域学习 都是由圣灵国度官方出钱 然后 他们就可以根据安排 去网江要进修的地点 举行嘉奖仪式的地点 在金黄成熙的一座礼堂里 绿渊和绿果来到这里时 台下已经坐满了人 都是参赛者的亲朋好友 绿渊在后台等候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 默寻 此时的默寻正在和他人谈笑风生 跟他聊天的人显然也没有歧视他混血的意思 毕竟圣与人不都是混血吗 绿渊安静地听了一会儿才知道 原来默寻居然被魄力纳入了这次进入陈渝岛的名单里 不仅圣灵国度官方同意 陈渝岛那边也有进修地愿意接纳他 事实上正是陈渝岛那边有进修地看上了默寻 他才能破例被纳入进修名单 就在绿渊安静地观察和聆听的时候 忽然他看到圣莲朝他走了过来 你好 圣莲先向绿渊打了个招呼 然后笑道 你之前演得很好 可惜还是有些破绽 绿渊挑了挑眉 没有回应 你的眼神太冷静了 你的状态也太冷静了 不高兴也不失落 圣莲道 这不是一个正常参赛者该有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绿渊淡淡地回应道 放心吧 我不是来多管闲事的 只是咱们以后就是一起去陈渝岛的同伴了 总得互相熟悉 互相照应 不是吗 圣莲道 我只是觉得你很有趣 有趣的不像是圣玉人 圣莲目光灼灼 直直地盯着绿渊 绿渊闻言 心中一动 但还是没有任何表示 圣莲微微一笑 不再说话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让四周的人们不太好上前来打扰 他们看起来 好像两个一世独立的高人 而就在两人静默了大约一分钟后 远方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几秒钟后 一阵气浪轰然袭来 显然 那场爆炸的威能相当大 怎么会是 后台的工作人员 以及三十来名入选进入陈渝岛的人 都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 对于这种事 他们也只有惊讶的份 没能力去参与 又是圣灵教做的吗 有入选者猜测 从上一次的爆炸案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过去一个星期了 但人们的记忆都还很深刻 没多久 那名入选者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天交战的举办方派人传来消息 由于距离较近 参加这次嘉奖仪式的几位大人物 临时去搜捕潜逃的爆炸案案犯了 嘉奖仪式要稍微推迟一会儿 但应该不会太久 而且那几位大人物还一起定下赌约 看谁先抓住案犯 对此 众多入选者当然没什么可说的 而场外的观众席上 人声鼎沸 不少人都开始离场 忽然 绿渊和盛连同时望向了不远处的莫寻 这名破例成为入选者的黑师人族青年 只见莫寻眉头紧皱 看上去似乎有些痛苦 他也没问他身边的入选者有什么反应 就忽然爆炸了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可是一个不久前才和盛连打得势均力敌的天骄啊 他怎么就这么突然死了呢 与此同时 整个礼堂大厅中也有不少人和莫寻一样倒地而亡 惊呼声响彻礼堂 那些没有太多战斗经验的人顿时慌乱起来 绿渊看到这一幕 同样深感震惊 然后 他想也不想就冲出了后台 站在台上望向台下 很快 绿渊就在台下找到了绿果 顿时松了一口气 绿果见绿渊没事 也松了一口气 两人会合后 绿果连忙问道 绿渊哥哥 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但我猜 这一切跟天交战有关 绿渊道 你之前的预言成真了 他们还真敢动手啊 绿果尔道 嗡嗡 四周传来一阵嗡鸣声 两人转头四骨 发现爆炸产生的那些 红雾正缓缓升腾而起 慢慢形成了一条条红线 他们缓缓旋转着扩大 把整个礼堂都给环绕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来参加嘉奖典礼的普通人 感到越发恐惧了 一事 绿渊轻声道 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封锁起来啊 先前的爆炸案 就是在为这件事打掩护吧 你看得还挺透彻 不知什么时候 圣连又来到了绿渊的身边 与他一起的 还有那个身材高大的巨人熊斩 此时熊斩警惕地望向四周 偶尔还会看看绿渊 显露出了对绿渊的不信任 这是一种残酷的仪式 要付出上千个人的性命 才能发动 圣连叹了一口气 在国度统治的核心区域 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么多人死去或失踪 看来又跟他们有关 绿渊想到了混乱之欲的混乱状况 心中也是一尘 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绿渊问道 不知道 圣连摇了摇头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无论这里发生了什么 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 国度绝对不会和圣灵教进行谈判的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绿渊和绿果对视一眼 有些无奈 从高塔部落到金黄城 怎么什么糟糕的事情 都能被他们撞上呢 作者 唐家三少 对应该隐突 no 感谢观看